大马路上一辆红色的轿车快速行驶直接冲向路边 这间他先撞了停车阁里的轿车后 整辆车直接在路上旋转 最终逆向停在马路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 先听到加速的引擎声 结果就在下一秒发生车祸 被撞上的白色轿车冲上人行道 右后轮甚至因为这一撞整个汗车体分离 一旁包子店的员工也被撞击声响给吓到了 中文市发现场这边是林口市区的重要道路 当时一辆双门跑车就直接撞进了停车阁的轿车 甚至连一旁路数都遭受到了波及 就知道当时的撞击力道并不小 肇事的是一辆Toyota第一代86 双门跑车新车甲大约126万 只见撞击后车头毁损 零件甚至喷飞到马路上 事发在4号早上的9点多 新北市林口 40岁的零星驾驶行经中校路时 整辆车失控酿货 先撞上一辆白色轿车后 连续往前推撞 一共波及到了三辆车 收驾驶九侧值为零 推测可能是台风天的雨势 导致路面积水湿滑 才会发生意外 好险车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但是无辜停在路边的轿车 驾驶看到自己爱车 无故安撞 前来领车时全都傻眼了 下雨天开车骑车上路 都得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这边新闻 吴志强吴欣燕 新北市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